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场 OK, so Dada, welcome you back 好 YAA! We are so happy that we can still study Buddhism together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perfect meditation 我们现在这个在讲八正道 八正道其实我们把它规范起来 就是可以把它规范成三个category 三个项目 一个就是借 一个是定 然后一个是会 那借就是正语 正命正业 我们讲话要多朝正向的是讲 那如果要给人家建议 就是说你觉得他怎么样做会更好 那么我们一定要给人家 就是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constructive就是它是正向的 然后他是可以 一听他就可以改善他原来的问题的 有没有 这样的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所以我们讲话 尽量去看到人家的优点 让他知道他有哪些优点 然后如果你觉得他可以改善某一些点 会让他更好 那就具体的给他一个建议 那他一听就有办法马上变化 那样的具体的建议 那这就是方向 这就是正语的方向 那正业的话 就是我们的行为 慢慢我们后面还会讲五戒十善 那这个这是戒的部分 那定 定的话 我们的心要是定下来 我们在听到佛法 我们才用很安定的心去思维法义 这比较容易进入佛法的道理 所以戒定会 这个就是我们八正道的内涵 那这个八正道的内涵里面 我们现在是来到 我们前面已经正语正命正业 这是戒 再来定 就是有正经境 对不对 然后再来正念 然后这里就正定 那正经境 就是要我们断恶修善 有没有 就是以 这个这个 以生之善 以生之恶 什么 令断除 未生之恶 令不起 那以生之善 令什么 持续 对不对 令持续 那 那为生 令增长 以生之善 令增长 那为生之善 令得生 OK 就断恶修善 这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要得定之前的前方便 就是必须断恶修善 让善 让善的部分越来越多 那你心就会越来越定 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安定的人 就是你本来就是善很多 你就会比较定 那OK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那个正经境 然后正念 正念就是你所想的事情要是对的 有没有 正念 就是你要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比较专一 比较单纯 不要很复杂 你如果想要得定的话 你的思想很复杂 比较难得定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整个生活跟想法都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 Perfect Meditation OK Now repeat after me Perfect Meditation Meditation is the gradual process of training 等一下 Meditation is the gradual process Meditation is the gradual process Process 嗯 两个音节再次来 Process 不是pla 是要卷舌 Pura Pura 嗯 舌头不要碰到任何一个地方 来 Process 嗯 OK 那个Joanne再次 Process 嗯 你的R舌头卷得不够 Process 嗯 OK 这个就是你要练的地方 这样就对了 Process就对 对 你就念Process 可以 然后慢慢再把它加快 嗯 对 这样就对了 就是我们的音 就是一个音 就是一个音跟一个音之间慢慢美式的念法 它就是会把音都连起来 好 来Process 嗯 OK 好 那The不要忘了要舌头 好 再次来 Meditation is the gradual process Meditation is the gradual process 嗯 Of training the mind Of training the mind To focus on To focus on A single object A single object And to remain And to remain Fixed upon Fixed upon Fixed upon That object That object Without wavering Without wavering The object The object Of concentration Of concentration May be a material thing May be a material thing Such as a flower Such as a flower Such as a flower Or a quality Or a quality Such as loving kindness Such as a loving kindness Even if Even if One was to practice meditation One was to practice meditation For 15 minutes a day For 15 minutes a day One will begin One will begin To experience To experience To experience It's benefits It's benefits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meditation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meditation Helps one Helps one To develop A calm And concentrated Mind To develop A calm And concentrated Mind And prepares One And prepares One For the attainment Of wisdom And enlightenment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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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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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rn Wa 这一段太重要了 因為 因為定的技術 定的能力 太重要了 好 我们说我们要得到快乐 其实 身为人要得到快乐 其实不会太难了 譬如说 你看像Dada 她就知道她喜欢运动 然后他就找一个他喜欢的运动 然后他就哇运动 然后一方面把自己的身材又保持得很好 又很有活力 那就很开心 那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 要得到快乐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要定 那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定呢 那因为我们想要更有智慧 虽然我们知道怎么快乐 但是有些时候 在半夜突然醒来 好像还蛮空虚的 好像觉得我人生怎么莫名其妙 就来到了60块到60了 或者是说55以上 就会突然觉得 我这一生有没有空过 好像莫名其妙会跑出这些东西来 也会跑出一些 觉得人生还有一些 不太完全满意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定啊 比较容易 让我们 开我们的智慧 那比较有智慧的时候 这些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想法 你就比较容易把它降服掉 不要让他干扰你的生活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定跟会 当然佛陀要给我们会 当然不只是让我们心情变好而已 那这个 我们这本书里面 主要就是要带我们到什么 Nirvana 就是Liberation 你能够从生死的状态 能够解脱 超脱这样的状态 但是在开心的状态 去慢慢慢慢来到超脱 那所以 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 都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从这样的生活 你又修了定 又修了会 你就更知道 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 是这样 是增上的 是让你更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他这个 Perfect Meditation 到底正定 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来看这个 Meditation is the gradual process 它是一个渐渐的过程 它并不是一处可乘 它是慢慢来的 Gradual process 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什么过程呢 Training the mind 你要训练你的心 to focus on Focus on 就是什么 专注 把你的心 能够训练的 专注在 a single object 一样事情上 你的心只有 专注在一样事情 好 我们举个例子 好 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就来 用你最舒服的姿态做 但是你要挺腰 你要把你的腰身挺直 这样就好 然后你找一个你最舒服的姿势 然后你的腰身是挺直的 嗯 然后你把你的注意力啊 放在你的鼻尖 鼻尖哦 不要放别的地方 你就放在你的鼻尖 嗯 然后有点收下巴 然后舌顶上额 然后舌顶上额 上额就是我们在发什么 德啊 特啊 那个音有没有 我们的舌尖都会顶那里 有没有 就是那里就上额 你舌尖就顶上额 好 你一心一意就注意着你的鼻尖 OK 有什么感觉吗 就这样而已啊 定就这样开始 OK 好 你可以一天做个五秒钟 觉得烦了就不要做 就跟学英文一样 好 我们学定也跟学英文一样 好 你就开心的状态去做 啊 不耐烦就不要做 好 那一天可以多次 就这样 好 想到这样坐下来 就腰身给它挺直一下 然后就专注在某一个object 现在是跟你讲鼻尖 那当然可以专注在很多 不同的身体的 或者是身外的东西 那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这里说focus on 我们说focus on 就是专注 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体会 有没有 那你们以前都有 静坐的经验吧 达达没有 对不对 达达我才说 我们大家都要最关心它 最疼爱它 因为它距离佛法 就是它是真正头一次接触 我们其他的人都是接触 都有些经验 所以我们达达我们就 慢慢慢慢 因为它智慧增长 你会更知道 怎么样做选择 会有助于你的未来 佛法是谈未来的 不谈过去 过去你怎样就过去了 但你未来 可以借由现在的努力 会让你的未来会更好 这是佛法在讲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定 我们刚刚稍微试一下 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当我们的心比较安静 我们生活上一定难免有一些问题 问题一出来 我们的心是安定的 这个时候 比较容易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那我们现在说 Focus on a single object 只有一样东西 你的注意力不要跑来跑去 就一样东西 你注意鼻尖也可以 然后数你的呼吸也可以 这个数一二三十 一直一到十 也可以 有很多个方法 那现在就是 要Focus on a single object and to remain fixed upon Remain就是保持 那Fix upon 跟Focus on 是一样的 固定在 你要保持固定在 That object 固定在 那一样东西上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鼻尖 那你就固定在 鼻尖 那如果你是 数一到十 那你就固定在 数一到十 OK Remain fixed upon 就是这个意思 That object without wavering 不去什么 waver是什么 不要动 或动摇 不要动摇 你就固定在那里 你就会发现 我怎么 有这么多妄想 怎么想东想西的 怎么定不下来 这是刚开头 这个不用紧张 你就随它去 你随你的 你的心 你发现 不知道飘到多远 编了好多故事 半个小时之后才回来 也不要责备自己 我们一开始 在锻炼自己 定力的时候 不要责备自己 要鼓励自己 你只要想到了 我不是说 要注意鼻尖吗 你就赶快注意 这样好了 那刚刚过去的 胡思乱想的那一段 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你就很高兴自己又回来了 你就这样 用鼓励自己的方式 慢慢慢慢 你这个定力 自然就会比较好 我自己也经过 很可怕的经验 因为我以前也是那种 思绪很分乱 又很快速的那种人 我也是这样 慢慢慢慢 我一开始还得先 做磁心观 因为我很容易发怒 所以是很多过程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看到Anita 非常羡慕她 就这样 因为她没有 不需要这个过程 她从小给她训练 她定力会很够 对 那OK 那我们接下来看 The object of concentration 你要定的那一个专注的 那个东西 我们在修定的时候 我们要专注在某一样东西 那这个专注的这一样东西 concentration就是专注 object就是某物 你要专注的那个东西 maybe a material thing material thing就是物质 它可能是一种物质 such as a flower 你可能就盯着一朵花 or a quality 花就是某一个物质 我们的鼻尖也是一个物质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的肚脊 也是一个物质 你可以某一个点 你锁住那个点 但你也可以锁住一个意念 像loving kindness 慈悲心 我刚刚才提到那个慈悲心 loving kindness 慈悲 你也可以锁住一种慈悲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曾经 做这个慈心官做两年 我本来很爱发脾气 我因为做这个慈心官两年 我脾气才变好很多 现在甚至不太会发脾气 不管人家对我怎样 我都不太会发脾气 对 这很奇妙的 但也不必夸张 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知道佛陀 我们有了佛陀的观念 然后知道佛陀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照着做的时候 那个结果自然出来 就像我现在告诉你说 英文用嘴巴来背 用嘴巴来记忆 你一定要会念 你有照着做 这是一个方向而已 佛法也只是一个方向而已 要你把它做出来 把那个结果做到做出来 那告诉你的人 只能给你一个方向 沿途的风光 自己要去体会 对 那 那其实需要人家帮 需要老师帮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你有没有走岔出去 学任何东西 早就人家都很有经验 你看我们语言教学 也都有语言教学的博士 所以已经开发出 非常非常多有效的学习方法 那人家告诉你的时候 你只要照着做就好 对 那佛法也是一样 祖师大德们 有很多好的方法 早就在那里 一条康庄大道 不止一条了 好 就条条的康庄大道 都可以通罗嘛 你只要走上去就好 好 那所谓的善知识 就是当你迷路了 你岔出去了 他看到了 赶快推你一把 让你回到正轨 我们需要老师的地方 只有那里 那努力还是要靠自己 学语言也一样 或者我们想要解脱嘛 有很多人觉得 哎呀 当人还有一点辛苦 那你如果觉得 当人很开心 那是很好啊 时时刻刻都觉得 很开心的时候 也很好 那你如果突然有一个 夜半的时候 突然觉得 Oh no 我有阴暗面 这个时候 不用怕 佛陀就是那个光明 他会告诉你 怎么样超脱那个阴暗 好 那么我们现在说 Such is loving kindness 有没有 我就是用这个慈心观 你一直送你的慈心 给所有人 我自己的心 是安详自在的 我把我安详自在 我送给这世界上受苦的人 或者是某某人 你看谁很讨厌 你就送他 这样 就这样 慢慢慢慢 这也是一种修订的方法 而且会改变你的心境 蛮奇妙的 就是 好 再来 接着 Even if one was to practice meditation for fifteen minutes a day Even if 就是即便 One was to 你 你规划的 B to B to B to V 就是你预计 要做什么事 好 你原来预定 你要修订 每天修订 15分钟 One will begin to experience its benefits 你就会开始经历 他的好处 一天15分钟就好 我现在都是睡前 还有起床 我先念一千声佛号 然后再做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就这样而已 对 这是我真正事修 就是这样 其他的我就是 跟人家分享经典 向人家学习经典 就是这样 对 那经典 我们慢慢就会学到 比如说 你们开始对佛法有兴趣 你知道 唯一是 就是在讲我们心的作用 心它是怎么样作用 我们是怎么样会变成六道轮回的 我们心它到底是一步一步 怎么样到了六道轮回的 好 就很清楚的会告诉我们 那我们本来爱读书的 像Joanne Joanne是没问题 Anita是她本身做事 她在事修方面早就非常好 对 她是我们很正面的灯塔 真的 她靠 你靠近我 我都感觉到好想靠过去 你不要一直讲 不要再讲 好啦 我不要再讲 给你压力 很不愧是我们最近讲 我没有那么好 但是 现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旦学佛 每个人都是佛 已经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是每个人障碍不一样 这样而已 好 我现在在讲不是 在什么 敏南语讲 我只让你看到你的好 我所看到的你的好 那你这个部分的障碍就比较少 对 那你的障碍可能是人人都很好的时候 你可能会突然 因为你本来 本来是 就是 还算是一个出色的人 但是我们学佛了以后是 没有比较出色的人 这件事你要能够接受 这可能就是你对自己的考验 没有比较好的人 大家都是佛 对 障碍不一样 所以当你看到障碍比较多的人 你马上知道他是最需要最多关注的人 好 那我们不需要人家关注啊 我们是那个有能量关注人的人 好 对 那么 那我们现在说 即便15分钟 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好处 那很简单 你就坐下来 你整个放松放空都可以 你也可以做从头到脚的扫描 你就哪里好紧 我发现我肩膀很紧 你这样扫描过的时候 好 你就坐在椅子上啊 然后腰一定要挺腰 一定要挺腰 否则我们姿势不良好 脊椎不好 我们现在有点年纪 都知道脊椎不好 全身酸痛 所以一定要挺腰 这时候你可以做刚刚的 你可以守住你的鼻尖啊 守住你的肚脊啊 这都可以 或者是说 你就可以做扫描 我们就从头这样一直扫下来 看哪里太紧了 你就把它松开 我以前在佛光山静坐的时候 有一个师父还怎么说 他说 你现在想象 你头就把它拆下来 所有骨头有缝的地方 你都把它拆下来休息 那也就是你的手背啊 那是不是也都有骨头啊 你一个一个全部把它拆下来休息 哦 好舒服哦 你这样观想就好舒服哦 全身就好舒服哦 好放松 那你就发现 你的胃揪成一团 那你就把那里放松放松 再也不能放松 我就会做那个灵极限 那个哦 谢谢你 有没有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我爱你 有没有 好 还有 还有像我现在 我的右肩有点疼痛 哦 我如果发现它 你会感觉到嘛 它好像 骨头没有接好还是怎么样 好 那我就安慰它一下 那这就是静坐的时候 可以做的事 好 你可以这样 让全身放松 好 全身放松之后 你就在一个定点上 就是 好 这个 就定在那个点上 好 那五分钟也OK啊 五分钟 十分钟 好 但是看起来是十五分钟 是最好的 一般我都 一般是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十五分钟 有没有 好 那你觉得五分钟 我就坐立难安 就五分钟 一开头是这样 对 好 开心的时候做 做烦了不要做 跟学英文那个 有没有 我们跟Jessica讲 有没有 她现在就突破了 好 我觉得就是 不要太勉强 但是也 也不能完全不勉强 就一点点勉强 那就好了 好 你看 你只要每天十五分钟 持续哦 你自己会有感 这一定的 这一定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好 那 那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meditation 你的静坐 你要不断的 不间断 constant就是不间断 helps one 你能够不间断的 每天就做十五分钟就好了 或者五分钟没关系 三十秒没关系 三十秒有一点太短 但是你三十秒就受不了 你就三十秒 对 你就想我数三十 我要放松 可是 其实当你要整个放松 整个做完放松就十分钟了 你真的整个 你从头给它扫描 我的头发放松 我的头皮放松 我鼻子放松 我眼睛 眼球哦 整颗眼球都放松 我眉毛放松 好像我这种很爱做眉头 我眉头放松 有没有 你整个全身都想一次 至少十分钟了 好 一直从头一直到脚趾头都放松这样 好 你没事给它坐下来 做这个 做这个冥想就好了 全身都松透 然后 再来你再focus 当你全身都松了之后 再focus在某个点 对 好 那我们就这样 这样子来practice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meditation helps one to develop 好 你这样子的话 有助于你开发出 a calm and concentrated mind 你慢慢就可以开发出一个什么 很安定 还有很专注这样的心 好 安定又专注 and prepares one for the attainment of wisdom 好 你这个安定的心 这其实叫做前方便 前方便的意思就是 它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你这一个技能会了 你下一个技能就比较容易学得会 这个叫前方便 所以当你的心静下来 你就可以准备好了 prepare is one for the attainment of 你准备好了要开你的智慧 还有开悟 最终你是要开智慧 你是要开悟的 好 所以我们学佛学了一大堆 我们发现 哦 戒 当你不明白道理的时候 你还觉得我干嘛 我干嘛持这个戒 我干嘛 这个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自己持戒的方法 我都很有弹性 就这样 因为你如果一直勉强 过度勉强自己 你会根本不想做 我跟Dada Dada可能比我还更任性一点点 但我们是同一职的 所以Dada 你要很善巧地帮助自己 去做这些变化 因为任性的人最主要就是 我高兴 这个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那戒就是告诉我们 哎 前面是有一个你很喜欢的目标 没错 可是在这个目标前面有一个大坑 哎 好 当你要要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会先掉进那个坑里面 好 那掉进去之后 好久好久才爬得上来 戒就是告诉我们 避开那个坑 那我们呢 只要有智慧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佛陀告诉我们这些世界 坑在哪里 因为他有智慧 他看得见坑在哪里 我们看不见 我们开了智慧 就像开了眼睛一样 我们眼睛就看见了 Wisdom就好像我们的眼睛 那所以说 我们要先有定啊 那我们有了定之后 就可以帮助我们呢 可以开智慧 最终智慧还是最重要 大乘也一样 对 就是不管我们走的是解脱道 或者是菩提道 他最终都是开智慧 对 好 那这个我们就来到正定了 有没有 戒定会的定 定有三支 是哪三支 第一个是什么 perfect 正经济 对不对 是perfect 是什么 effort 对 然后再来呢 正念呢 mindful 再次 要用嘴巴记 mindfulness 因为每个人思维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的障碍会不一样 对 你看Dada Dada的语言就 好容易 对他来讲 对 好 再次来 mindfulness mindfulness 好 再次 mindfulness 好 再来呢 镇 镇定 perfect meditation 好 再次来 perfect meditation 对对对 是不是看到 越看越有味道 对不对 因为佛陀的东西是真的 当你去做 你自己内在的改变 然后你会发现快乐 这个快乐啊 买一件衣服 让人家觉得 我穿起来非常的美丽 那个快乐 跟你打从内心 那种满足 那种快乐 不可以比的 好 因为你自己会感受到 好 好 再来 我们来看这个 perfect understanding 好 再次来 perfect understan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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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seeing of all things of all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rather than rather than as they appear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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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rder to 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as they really are one must 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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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s se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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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the true knowledge of all things realized by oneself through practice 好,来到了这个证件 这个就是perfect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是不是说理解,对不对? 正确的理解 就是正确的知见 证件 对我来讲,也不是对我而已啦 就是说整个佛陀的佛法 最主要就是要有证件 否则你就变成盲羞瞎恋 越用功越可怕 你很用功的时候 你把错的东西当作对的来用功 佛陀不是有个弟子吗 他的老师就告诉他 你杀了一千人你就可以升天 他就一直杀猛杀猛杀 杀到他全阵子 只剩下一个人就是他的妈妈 他要去杀他的妈妈的时候 佛陀不得不出手了 对,然后就出现在他面前 他就想,那这有一个人比杀他妈妈更好了 因为毕竟自己的妈妈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追逐佛陀 想要杀佛陀 结果呢 佛陀总是有办法跑得比他快 他追不上佛陀 他停下来 佛陀也停下来 他继续追 佛陀又继续 也跑得比他快 突然佛陀转身过来 他说我停下来了 为什么你不停下来 他突然开悟 他杀了999个人 是不是要这样一直杀过去杀红颜 停不下来 那他突然开悟 大家停下来 跟着佛陀出家 佛陀给他证知见 他没多久 就证得阿罗汉 所以证知见非常重要 你的知见要是不对 那你越用功 越可怕 那尤其当你用功了 还觉得自己能升天 还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 更可怕 那还好我们在佛陀面前 大家都是佛嘛 没有什么好 比较棒 你这个心一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会着魔 不会走歪了啦 走歪了是怎么样 要证明自己比别人棒 就是说你可能原来真的比别人棒 但是当你非得比别人棒不可的时候 这就会堕落 会堕落啦 那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经验 你们都你仔细看 就是当我们不够谦卑的时候 其实是对自己伤害蛮大 OK好我们现在是 正确的知见 那这个是最重要 我们真正 真正我们要开智慧 我们真的要的东西 就是智慧 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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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正见 就是正确的看到 万事万物真正的样貌 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 Rather than Rather than Rather than 就是 而非 我们要看到 万事万物真正的样貌 而非 as they appear to be 而非 他们看起来的样子 好我今天才跟Joanne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啊 有没有 当你看到一个人 哇你把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特质啊 全部投射在这个人身上 有没有 你期待他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当这个 对方也是这样期待你啊 他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样子啊 投射在你身上 有没有 然后两个人就很开心的结婚了 有没有 然后 怎么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怎么跟我想象的那个人 怎么不是同一个人呢 那我们跟Joanne我们就聊到这个 就知道啊 本来就没有那个人了 那个人本来就是你自己想的 你只是把他投射在你所遇到的那个可能 是你理想对象的那个人身上 那这个呢就是什么 你所看到的外表 they appear to be something but actually they are not like that 不是真的这样吗 所以所谓的perfect understanding 就是能够了解 事物 他真正的样貌 好 你看佛经用中文没有看懂 你用英文反而把它看懂 对 cause of suffering 急就是苦的因嘛 然后灭呢 secession 对不对 道呢 path path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又多学了四个字了 就是这样 好就潜移默化 这样这样一点点一点点 去把英文给build up 就是说你的英文要是一个by product by product product就是副产品 我们主要的产品说我们来学佛 对不对 嘿 英文莫名其妙就会了 有没有 或者你说我是来学英文的 哎 佛法莫名其妙就学进去了 哎呀 你这个才赚最大 因为你会知道真正的快乐 对 你本来快乐都往外去追求 我今天又更美了 我今天又得奖了 有没有 但回到家里 为什么莫名其妙一种 空虚的感觉会跑出来呢 然后我学什么东西都好像蛮快的 很容易就可以有成就 但为什么那颗心 好像不是很安定 怎么没有办法实时有幸福的感觉呢 好 那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来清静一下佛陀 从他身上找一些答案 可能你会更知道 怎么让自己更幸福快乐 好 那比赛啊 或什么 那都可以有 但是我们多了一个智慧 这样就更快乐 好 接下来 In order to 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In order to be 就是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为了要能够看到 事物的真正的本质 真正的样貌 One must observe oneself and situation carefully 你要知道事物真正的本质 真正的样貌 那你就好好观察自己 好好观察整个情境 像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情境 大家聚在一起 来学一点佛法 这就是一个情境 那你自己 在学这个佛法的过程 你内心有什么变化 或内心 正在进行什么 你也很可能 只是人坐在这里 然后心不小飞在哪里 这就是你对自己的观察 你要对整个情境有观察 对自己的内在有观察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万事万物的本质的话 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what is observed Examining就是 你要去检验 你所观察的东西 它的意义是什么 It is the true knowledge of all things 那是什么呢 这里的it指的是 the meaning 好 这个意义 it 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意义就是 the true knowledge of all things realized by oneself through practice 它的意义就是 真实的知识 对万事万物 真实的知识 这个知识 是透过你自己的修行 而悟到的 realize 在这里就是understand的意思 那它是被动语态 所以我们知道 understood by oneself through practice 透过你的修行 而去体悟到的 真理 在这里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智慧 你看事情就看一个表象 没有办法真正知道 所有事情 它真正真实的本质 但是透过我们的修炼 我们是有办法得到 这样的智慧 这一段主要是在讲这个 那这个智慧 就是正知见 也就是这个什么 perfect understanding 这当然就是大家最想要的 那这个我们修行 我们修行绝对不会 没有 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佛陀的智慧 就是在你拥有目前的快乐当中 会更快乐 是这样 它是增上的 而不是拿掉你的快乐 不会 你原来觉得 我比赛这样很有成就感 就很快乐 那个还可以在 你可以继续去比赛 然后继续去旅游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在这个之余 我们变得更有智慧了 又带着智慧来旅游 带着智慧来比赛 那那个比赛就更有乐趣 那个旅游也就更充实了 就是不要牺牲你原来的快乐 那当然你原来的快乐 是不能建筑在别人痛苦上 对不对 你的快乐是很单纯的 自己的快乐 就harmless 或者是beneficial to others 就helpful to others 这样的快乐 那更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快乐 本来就建筑在帮助别人 那你的快乐非常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这一段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念 an inquiring an inquiring an analytical attitude is important in acquiring perfect understanding the Buddha taught us not to rely upon hearsay not 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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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rely rely 那 read的话 舌头不要碰到任何地方 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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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n hearsay tradition tradition or authority for the truth but to judge the truth in the light of our own unbiased in the light of our own unbiased and objective experience experience the Buddha taught the Buddha taught that just as a wise man does not accept any metal that glitters as being gold on the advice of another but tests its properties its properties for himself for himself so should one not to accept not accept what is hurt without testing it by one's own experience by one's own experience 嗯 有没有 好 你说这样看 哇 这个字是很棒 他就是告诉你方法 也告诉你说 人家告诉你 这是真经 那你要自己要去 试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经 你要找方法去 test他一下 有没有 而不是人家告诉你 怎样 就怎样 好 来 an inquiring an analytical attitude 就说 好 我现在 我想要 有正知见 我想要真正 好好地来修行 那么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你想要 开始修行 有个东西非常重要 inquiring 就是你要去问 求知的精神 inquiring 你要去问 analytical 还要去分析 好 你想要真正 明白道理 那你就要 能够 懂得 要去分析 那你一分析 你一定会有问题出来 你要去询问 然后要分析 这样的一个态度 is important 是非常重要 in acquiring acquiring就是获得 这个perfect understanding 你想要有正知见 那你就要有一个好奇的心 要有一颗能够分析的心 好 不是人家告诉你 这样 就乖乖的 然后 也不思考的 这样 智慧 也是开启不了的 接下来 The Buddha told us 佛陀教我们 not to rely upon hearsay 你不要人云亦云 hearsay 就是道听徒说 人家这么说 你就这么信 tradition 或者是传统 对 大家都这么做 你就跟着做 或者是权威 你想要真理 那你就不能盲信权威 盲目地跟从传统 或者人云亦云 你想要有正知见 那你就要自己有思考能力 这样的意思 那本来 本来各位就都有了 你们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独立型的女性 不是这样 三从四得 这样 本来就不是 那Jack是个男性 但是我们Jack是 因为他过去身就很有修了 所以他一路都是 在很有修的状态下 一路走过来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正知见的话 就比较需要一些 提出要有自己的看法了 好 那么接下来 The Buddha taught us not to rely upon hearsay, tradition or authority for the truth but to 不要这样 不要人云亦云 然后看人家都怎么做 你就跟着怎么做 或者人家权威怎样 权威的人当权怎么说 你就觉得就是对的 你要真正的真理 那就不能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当然不是表面上这样 很叛逆 但内心你一定要 要来保留 态度要保留 but to judge the truth in the light of our own unbiased and objective experience 而是怎么样呢 这个真理 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什么 没有偏见 非常客观的一些生命经验 in the light of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理解底下 我们自己没有在我们没有偏见 unbiased就是没有偏见 objective就是客观的 我们没有偏见 客观的这样的经验里面 要用这样的见解 来评断 佛陀说的真理 是真理吗 OK 所以不用怕 即便我们是那种经国英雄 我们本来就 不会盲从 那佛陀正是要我们 用这样的态度来学佛 不要盲从 The Buddha taught 佛陀教的是什么呢 Just as a wise man does not accept any metal that glitters as being gold 就像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看到一个闪亮 亮晶晶的东西 就认为那是金 有智慧的人 他会怎么样 On the advice of another On the advice of another 别人告诉你 这个亮晶晶的东西就是金 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直接就相信 but tests its properties for himself 这里就是子的 but 就是the wise man he would test its properties for himself 这个有智慧的人 不会人家告诉你说 这一块这是金子 他不会马上就相信 那就是一个金子 他会去试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金 有没有 but tests its properties for himself 有没有看到佛陀 他一面在教你 一面在告诉你 请你自己要去试验 不要人家说这样 就是这样 那你真正做 要是你做出来 反而是很不快乐呢 either是你的方法有问题 那你再去找答案 所谓修行的过程就是这样 你就越修 你已经修修修 修到变成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 然后你也盲信 人家告诉你是对的方法 那就是你的态度出了问题 就是你在学习上 你在修行上 就是你走到 你走在这个学佛的路上 你的态度出了问题 你的态度就是 你要为自己负责 你要为自己的成佛负责 因为这个跟你的生命有关 你自己最清楚 当你学了佛法之后 有没有更快乐 没有变快乐 反而更痛苦 束缚越多了 你要去找办法 因为责任在自己身上 因为是我们想要解脱嘛 所以才来学这个佛陀的解脱学嘛 佛陀 他主要是解脱学 教我们怎么解脱嘛 他也没有教我们文学啊 有没有 这跟文学完全不相干 也没有教你艺术 没有教你怎么画油画嘛 你要想学怎么画油画 当然要跟学油画的人学啊 那佛陀 他主要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 从轮回当中 超脱出来 那 So 这里 So should want 这是一个道章句 So should want Not accept Not accept 好 Therefore One should not 的意思 So should want not 就是 Therefore One should not 你把它写等于 Therefore One should not 所以说 我们人啊 不能够 accept What is heard 不能够 听到人家怎么说 好 你就接受 Without testing it by one's own experience 你没有自己去试看看 然后 人家说这样 你就认为是这样 人家告诉你 这一块闪亮的东西 那就是金子 你要去test it 你说 我不知道怎么test 怎么办 那就要去学啊 我不知道怎么画画 怎么办 去学啊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学的 对 好 那我们 我们 我们慢慢会有一个态度 人生态度 就是 我们说出来的话 不会乱说 好 这根本 你乱说对自己不好 对别人 你伤到别人 比伤自己还严重 所以我们 我们当然因为 我们在座的 有Jack Anita 对学佛 都有一些 经验了 也都跟别人 做很多分享 我自己的愿 我自己的愿望 是这样 当我们接触到佛法 我们从佛法里面 得到的好处 我们就直接 从我们自己 生命经验 从佛法得到的好处 去跟人家分享 我们不需要 去讲经说法 但是可以不断地 去分享 我自己是这样 我自己是这样做 对 那所以呢 大家 开始 对佛法有点认识 然后因为这个认识 对自己生命的一些变化 你就可以跟人家分享 不是叫人家来学 不是这样 而是你去分享这个好处 让他知道 让他自己去学 他会跟他相应的东西 他自己会去学 好 这一段这样可以吗 佛陀够慈悲了吧 你看对我们现代人 我们就像卡拉玛人 卡拉玛人好不好 我们这一群都是非常卡拉玛型的 非常会独立判断 而且会挑战 Jesica也是那一型的 所以刚好佛陀一直在告诉你 接下来这一段 None the less None the less 两个都笔音 都是N有没有 None the 好你把音节断开 是不是有一个None 有一个The 有一个Less None the less None the less 这样就对了 你只要方法对音节断开 你就比较好念 从音里面去背他的字 从字里面去找他的音 你这样的方向就比较省力 好 None the less None the less In seeking the truth One can do well One can do well To turn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For help This is the first step This is the firs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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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ards Developing Perfect Perfect Understanding Perfect Understanding One should listen to One should listen to And study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study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the explanations Explanations 第一个音节 第二个音节 第二個音节 Nations Explanations Explanations of qualified teachers by listening to the Buddha's teachings alone is not enough one must also be attentive and try earnestly to remember and practice it okay,好 none the less 就是然而的意思 however in seeking the truth while one is seeking the truth 你把in seeking 等于while one is seeking 当这个人啊 在寻找真理的时候 ok in seeking 你就把等于while will in这个字就是 接下来会有某一动作 in 好 好,當某個人他在追尋真理的時候 One can do well to turn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for help Do well,你就會比較順利 Do well,做得好嘛,因為比較順利 如果你去求,你去找佛陀的教學內容 佛陀他的教理 來幫助你尋找真理 那就會比較容易了 OK? 你要找真理就比較順利 好,他前面,他為什麼要有一個However 前面是告訴你,你請你不要盲信 即便是佛陀教給你的東西 你也不要盲信他就是真理 但是你真的要尋找真理的時候 你去找佛陀的法理 是有助於你找到真理的 你看他沒有告訴你佛陀就是絕對的真理 有沒有,你要自己去親自去體驗 但你如果完全不接觸佛陀佛法 但你如果完全不接觸佛法 你說你要找真理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你去接觸佛法,你說我要找真理 你去接觸佛法,你找真理的這條路會比較走得順 你看他沒有告訴你說佛法就是這個才是真理 別的都不是真理 他不是這樣說的 你所有接觸任何人 你自己有一個意願想要尋求真理 那麼你如果能夠找到佛法 那麼你找真理的這條路上會走得比較順 那這裡呢,我們要接近佛法 那這就是我們要得到證見的第一步 我們應該要來聽佛法,研究佛法 還有一些什麼? Qualified就是符合資格的老師 我現在只是在教英文 我英文絕對符合資格 因為我本來就是國家考試過的 我本來就是合格老師 我不是補習班的老師 所以英文我是可以教的 佛法我們是來研討的 那Qualified Teacher 這裡就是要合格的老師 誒?今天有嗎?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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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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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四大山頭 就是那個 法古山啊 佛光山啊 中台啊 還有慈濟啊 他們也都是正法 OK 他們 每個他強調的法門都不一樣 但是都是正法 對 那这里始终都有 因为它这里只有法 没有别的 好 那我们还有差不多 再讲这一段 来 The Buddha says Developing perfect understanding is like a blind man who has his eyesight restored and whose attitude towards things he used to like and dislike changes because he can now see them accurately OK The Buddha says 佛陀他说 Developing perfect understanding 你要开展 你的证件 你要开发你的证件 要开发你的证件 就像一个 这个盲眼的人 who has his eyesight 这个人他不是已经看不见了吗 这个盲眼的人 就好像他的眼力 被恢复了一样 你原来就看不见了 但你现在 看见了 他对他从前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东西 他的态度会改变 changes whose attitude changes OK 他的态度改变了 对什么的态度 对他从前喜欢或不喜欢东西的态度 好 比如说他从前喜欢吃辣的 他现在 会改变 好 从前呢 看某个东西 他喜欢 现在 会改变 就是说你对事物的态度会改变 because he can now see them accurately 他现在看清这些东西的本质 所以 他从前 有人喜欢赌博 那他因为认识了佛法 他会看清赌博的本质 所以他就不敢靠近这件事 他可能很自然 就会做这样的决定 像那些戒律 当你开了智慧 你就觉得戒律 这是佛陀在提醒你 不要叠交 佛陀提醒你 前面有一个洞 不要掉进去 戒就是那个 让你能够避开那个坑洞的东西 当你开了智慧 你要持戒 那就太容易 对 好 好 那 好 那这一段有问题吗 政见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开智慧 让我们的眼睛是变成明亮的 那我们想要去哪里 因为我们长眼睛了嘛 好 我们就不会盲目的去撞到墙啊 或走错路啊 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明亮了 恢复视力了 这个智力 这个智慧啊 就像我们的视力一样 你越有智慧 你就越看得清楚事情 好 好 有问题吗 这是政见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正思维 因为你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当你在思考的时候 你就有正确的思考 所以观念 政见 政见 知见 就是你的观念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有十分钟 我们是不是要再把 perfect thought 然后我们下一次呢 就把动词的时态 也把它讲一讲 动词的时态 因为动词的时态 你要是对主词的结构 你现在也有一点概念 你有概念 就像你对苦极灭道 也有概念啊 但是 你对苦极灭道的概念 跟你到捏盘 两回事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这四个 就是整个文法 主要的概念 很清楚 跟你能够运用自如 那当然 还是要有一段的时间 那到哪里练习呢 你能够自己练习吗 当然可以 你就把这本书 你往前看 我看学生 有没有念进去 我都不用看 他的成绩耶 我就看你一次 一口气 可以念多久 你坐下来两个小时 欲罢不能 我在大恩高宫 带的第一届的学生 他是全国的榜首 我看他念英文 我告诉他什么 他完全吸收进去 你知道我的讲课是比较悬的 因为我只是带方向 我没有像其他老师 一遍一遍给他考试 有没有 我不是那样带 那这个学生 他就真正够用功 我的学生 我几乎 我在明轮的时候 我的学生 我只带一届嘛 明轮我只带一届 我导师班 我在明轮就六年嘛 三年带一个导师班 我们班的第一名 就是文组的第一名 为什么他们会 我的学生很容易 很杰出 就是厉害的人 但是平均都不好 为什么 就是我的教法 我告诉你方向 你有去做 就会很厉害 你不去做 就什么都没学会 所以 我现在不是在说 我是好或不好的老师 只是我的教法 是这样 对 那所以说 你们想要把英文 弄得很好 就是要去做 对 就是 我现在只会具体的看 你有没有往前看 对 或者有没有去看自己 想看的书 用英文去看 对 我现在才知道 我原来就不是一个 很传统的老师 好 我本来就很有自己的教法 对 我在大学也一样 我不是跟你说吗 我直接给学生说 翻译课 你只要到外面 因为从前的翻译社 他一定要给你一个比试 才看你合不合格 你只要让翻译社的人 觉得你合格了 我给你满分 他们就会很努力啊 这跟写作业 又不一样的层次了 对 好 对 那 所以大家真的是 是想要把它学好 你想要把它学好 就是这样 你往前看了 好 你有问题问 我们吃饭的时候 可以来问 大家可以一起来吃饭 好 那 那 那大家一起学佛 就是缘分而已 我们只有讲缘分 一切就是随着缘分 好 那慢慢慢慢就说 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 像发电机一样 很positive 很正向 那我们这个发电机啊 我们去到哪里 都会带给别人正向的影响 positive influence 有没有 就像安妮塔一样 我不是在赞美你 我只是在讲 讲一个我看到的东西 那你会觉得不好意思 是因为你很谦虚 这也是好事 对 那 嗯 那 好 我比 还好就是说 我哥哥姐姐们 都是这样对我了 他们都会一针见血 说出我 他们以前都会笑我 你经念那么多 怎么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或遇到情境的时候 他还不及格 他说我们都不用念什么经 我们做事情 我们做抉择的时候 都比你还要冷静 还有智慧 对 他们会一针见血 让我看到 我这么用功的方向 有没有对了 我们最后就是回到生活上 来看我们考了几分 就这一次我去美国 我姐姐最后丢了一句话给我 我就很开心 她说Welcome 她说你明天要再来欢迎 我就很高兴 我把它当做是一个考试 这样 好 那 没有啦 就是说 我们原来就已经做得很好的 也是把我们这种 positive的 influence 要把它spread out 就是要把它这样 扩充出去 这个对人 对己都非常好 对 那佛陀 如果我们大家都学佛 说真的都学进去 这世界一定太平 一定 因为 因为连我这个原来程度那么糟糕 我说复分 做人复分的人 现在我姐姐还会说 Welcome 以前他们看到我都搞 头都来不及 他们都说 你又不是我妹妹 我们实在是要非常忍耐你的 我以前是这样 现在他们会说Welcome 我已经很高兴 那也就是说 佛法是真的有力量 对 会拔一个很negative 我在高中的时候 每天接触就是 尼采 舒本华 卡夫卡 卡妙 我那个阶段是不看课本的 不屑看课本 吴祥辉 王上义 是的 我是那样的人 我是拍赛讲那一段 算了 因为已经过去了 那反正后来也变成老师 一个拒绝联考人 后来变成老师 所以我人生是 还好有佛法 否则不是非常矛盾 非常辛苦的人 对 那 所以才会发心啦 你知道吗 就尝到甜头 也希望 如果说你的人生里面 有一些矛盾 其实往往 我们学什么都很容易的人 那矛盾会很大 因为你觉得这很容易嘛 你也不会比别人更用心 所以往往就变成半吊子 对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 不是说为了要当一个专家 或让人家觉得你很棒 这对我们现在已退休的状态 还有我们的年纪 我们已经不可能追求 那一种过去 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梦啊 很多憧憬啊 那是因为不懂 就是看东西 看一个表面 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呢 当然我们要的就是怎么样 能够持久的幸福嘛 那这个幸福 佛陀早就教我们了 你要身心最快乐 是在三禅里面 身心最快乐 但三禅没有智慧 所以他会退失 当你有智慧 你去到地狱都清凉 所以你的智慧 就是成佛的状态 你整个是一个成佛的状态 不会执着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你去到任何环境 任何情境都捆绑不了你 你的心才是真正的自在 跟自由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好 我们时间 时间差不多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 好 现在Anita 或Dada Dada你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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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月 55 嗯 Perfect understanding Dada 嗯 嗯 And inquiring and analytical attitude is important in acquiring perfect understanding They shall analytical attitude Analytical attitude 嗯 嗯 好 嗯 這一句 我們從頭再念一次 嗯 And inquiring and analytical attitude is important in acquiring perfect understanding 嗯 The Buddha taught us not to rely upon hearsay tradition or authority for the truth but to judge the truth but to judge the truth in the light of our own unbiased and objective experience the Buddha taught that just as a wise 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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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does not accept any matter that glitters as being gold god only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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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another but test its properties for himself so should one not accept what is heard without testing it by one's own experience 嗯 嗯 就這一句 這一段 你就是 你為什麼會對這一段 特別有感呢 哦 他說 See you is believing 嗯 對 就是百聞不理解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 看到了才是 嗯 也許是 也許還不夠真 但是至少你有去嘗試 嗯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就講一下 嗯 就是 I completed two important events in July 嗯 The first one was to play a major domestic tennis match 嗯 With my team 嗯 My team is very cute 啊 啊 I enjoyed the wonderful feeling of practicing and the competing with my team mates 哦 The other one was a trip to Jouzai Go Oh I was lucky enough enough to meet a good uh man tour guide 嗯 Who is a Buddhist 哦 yeah I I could feel her thoughtfulness attentivenes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long the way along the tour yeah trip so 我要講那個 就是我那個第一個比賽的 那個 我是跟那個隊就叫做 是金內小綠綠 都是小綠綠 都是北英女 蛤 畢業的 哦 真的 對 除了我之外 真的 你整個team 他們全部都北英女畢業 yeah 你怎麼會參加這樣的一個team 欸 因為這個比賽 他是有分靈的 然後就是要 就是團體賽 那我的年紀比較 是他們的比較長的 很多的 他可以用我的年紀 然後可以搭配他們 然後可以去 因為他們年紀都 37到45歲吧 對 那我比他們長10歲 這樣子 可以去把這個團體賽 就是每個點都能夠出賽 平均 都能夠出賽 對 然後 他們 應該是說蠻需要我的 對 因為他們真的是 對我很好 然後也跟我講說 希望我待在他們對上 然後不要離開 那我有感覺 這個被重視的感覺 所以他們的任何的那個練習 我都會盡量參與 所以這過去每個禮拜二晚上 我都要跟他們去練習 對 他們 我覺得雖然說 他們都是本一女畢業 但是也沒看到他們的交氣 而且他們非常的謙虛 我跟你講 這個時代 沒有人敢有交氣 也是吧 對 他們都台青交畢業的 因為他們用他們很優異的 體育的成績 然後 去申請 也是要參加考試的 但是他有成績可以 譬如說他大專盃 他們都是從小練習網球的 所以 聽起來他們是一女中的體育 體育 對 體保身 對 然後但是 他們也 也不是 只是 體能好 然後 但是他們頭腦也很不錯 對 也蠻體貼的 對 然後另外 對 另外就是我參加那個團那個導遊 她也是佛教徒 也是一個非常體貼的女生 所以我對她的 就是對大陸的一些年輕的人 年輕人 然後也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看法 對 那她後來跟我們講她是 因為她在路上一直提到藏傳佛教 對 對 因為我們到了那個地方都是藏族 對 但他們都有姓佛 酒在溝 對 然後她男朋友就是 從小就出家了 五歲出家 天啊 對 但是她還俗了 對 他們可以還俗 對 所以她也35歲的時候也是歸一了 就是那個女導遊 對 然後她說她每次就帶完團 她程度很高 然後常常帶歐洲團 然後呢她就是說她每次帶完團 其實她都會到 她好像住四川吧 我記得 然後她都會到峨眉山去 大概住了兩三天 清淨一下 然後再繼續下個旅程 對 所以我也很幸運啦 因為我們中間有遇到一些 就是大雨不斷 然後久再過後也有出現那個 泥石流 泥石流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團 就是被困在山上 然後到了飯店的時候是凌晨四點了 但是呢我們已經四點還在 已經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所以很幸運啦 對 就是說聽起來你這一個多月來 是經歷的都是很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你所遇到的人都是還不錯的人 好 就是說他們看起來就是很積極 都是很正常的 而且還很認真的人嘛 那我比較好奇的就是 這一個小綠綠的團呢 他們這個都是算是壯年耶 也就是在工作要是最認真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時候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其實他們大學完之後 其實才是真正他們在努力的 就是就業嘛 然後也就業他也十年了 十幾年了 然後他們就是 今年 去年 因為去年我就有參加 因為他前年就有找過我了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 我好像技術啊 還有我的身體好像不是很好 好不好 然後今年他又找我了 我說好那我再次跟你們去參加看看 然後他們就是這個年齡層啊 然後工作其實還是有 因為一邊工作還有一邊練球 那麼就是假日 因為感覺上他們會比較 下班 感覺上聽起來會比較吃力一點 因為他們是體保生嘛 對 體保生一般並不是說功課特別好的 就是說還不錯 然後再加上體育很優秀 那這些人他要是沒有往體育方面去發展 那將來他在就業的時候就會比較困 比較 部分都沒有在 體育方面發展 是不是 對 所以就是還是要就業 那有些已經也有的像 如果真的是體育發展的話 就是體大 然後當教練 我們裡面就有兩個教練 女教練 對 那其他他們有 有在科技公司的 也有 對 有在科技公司 有在像什麼 嗯 那個 紐西蘭奇異果公司 外商公司的也有 對 其實他們 我覺得來說都是蠻不錯的 對 對 他們的發展 對 聽起來都還不錯 而且他們很有意思 就是 不是只 因為一屆只有兩三個 嗯 體育老師只有兩三個 他可以把 對 都不是同屆的喔 所以可以找到十幾個 很不容易 對 可能就像三五屆一樣 對 而且他們有一個凝聚力 就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教練 就是以前本一女的教練 對 那個老師我有看過 哇 已經可能九十幾歲了 然後 對 他有來看我們比賽 然後他們就 就是蠻尊師重道的 對 老師來然後呢 對 嗯 呀呀 我不錯耶 這樣 因為跟一群這樣子 就是很正向 而且他們現在就是學經歷 各方面都是在最巔峰的狀態 然後因為他們過去有這麼一段 體育的美好回憶 你知道嗎 他們就想要 對 他們就想要延續這樣的回憶 聽起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我現在就說 我自己心目中 如果說又把學佛連結起來的話 就是要在這麼一個正向的方向 來帶入 讓佛法 佛法 佛法 讓我們的生活又更正向更美好了 嘿 這個是我 我自己 我自己在發願的時候是 願大家 能夠在最愉快的一個情境底下 在佛法當中成長 好 所以我希望說 看到达达因為學佛 更可以接觸更正向的人 好 然後 有更好的事情發生 對 讓自己也更有智慧 更知道怎麼樣經營 什麼要叫幸福 能夠持續的幸福 還有更穩定的生活 對 好 那你身邊的朋友都非常好啊 他們都很關心你 而且都很穩定 對 好 所以 所以 大家本來都很穩定 所以 大家本來就很有福氣 對 然後你學 這個 這個真的叫幸福 這個真的叫幸福 慢慢你就會體會 對 那我們安妮塔是很有體會 對 好 對 那現在 對 那現在我們慢慢慢慢就是 變成一個 同修 你知道嗎 我們只是共修 我不敢教你們佛法 我 絕對沒有那個能力 好 那語言我絕對敢 因為國家認可的 或是拿到國家 license 叫英文 所以這個我就敢 對 那佛法我為什麼不敢 好 來 再來誰 你的 十四頁 Perfect Meditation Meditation is the gradual process of training the mind to focus on a single object and to remain fixed upon that object without wavering the object of concentration may be a material thing such as a flower or a quality such as loving kindness even if one was to practice meditation for 15 minutes a day one will begin to experience its benefits the constant practice of meditation helps one to develop a calm and concentrated mind 再次來 concen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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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and prepares one for the attainment of wisdom and enlightenment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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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The Attainment The Attainment The Attainment For the Attainment For the 你最重要的發音問題也是只有th 其他都沒有問題了 再來就是重音嘛 你再來就是要稍微留意重音 我已經有把它規則 我再講一次重音的規則 你只要不是最後一個音節 也不是單音節 這個時候它就是相當中文的第一聲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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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imately 你只要是清音的音節 全部都是中文的清聲的音 o-tu-ma-t- News 是不是都是清聲 是不是清聲 只有哦 第三聲 你如果是单音節 像dog cat bird 第四聲 单音節 知道嗎 就是这个规则而已 所以重音也不会太难念 这个规则也没有太复杂 你只要用你的嘴巴 把它念到熟就好了 所以Anita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这个 这个音 就TH的音 舌头咬的不够 我们再次来 你这样就没有咬过 要让人看到你的舌尖 而且咬得不够牢 来 D 来再次 你这样发起来还是像L 来 这样 是的 他对了 没有 你还是L 你要D 你要把它咬紧再弹开 对 咬紧再弹开 再一次 对 就这个音 再一次 来 你这样还是很像L 你这样还是很像L 他就对了 对 不对 原来是达达乱讲 难怪你会变成快乐的L 就不是快乐的L 不是 咬尘头 因为Data的音就是你们两个都是因为把它想成L 快乐的L 不是 是 老师我没有在想说我没有意念它是哪个字 但是我就是用老师讲咬舌头但发出来是L D 来再次 D 对 Data Data你也念字 L 你再念字 L 有点像再次 L 你还是比较像L 你一定要把那快乐的L 那个想法要把它拿掉 来 L 这样 舌头咬紧之后弹开 D 先咬紧 咬紧 而且只能舌尖 不是整个舌头 来 L 这样 D 你还是L 他就对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舌头 但他的咬法是对的 他的咬法是对的 来再次来 D 来 但是他的咬法是对的 反而你们两个舌头看到了 为什么咬法是不对的 来再次来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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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咬太紧 你轻轻的 来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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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讲 这跟我们修行一样 就是你原来是那样的习惯 你要把一个已经养成的习惯要转变 那要一次一次的练习 一直到你变成下意识 不用再思考 它已经转成新的习惯 不是有人说21变吗 也有人说49变吗 有没有 我们现在我们在修行上 虽然可能有点麻烦 你会觉得很烦 但绝对值得 你一旦你的习惯养成是对的 我们只是很简单的 只是做一个语音矫正而已 但你一旦你的习惯是对的 将来你的习惯 你一发人家就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来 再一次来 The The OK 好 那还有谁 Anita你就这样就好了吗 要讲一点你的 我最近 体会了 我最近练了一拳听 功 对 然后就是 Meditation 很像 就是最近我们因为 身体的关系 在练一个叫做 猿猴式超慢跑 叶子老师 对 对 老师有在练吗 然后他那个 就是前面卵身 到后面受功 不算的话 中间要跑30分钟的超慢跑 那就是单一的动作 那刚开始跑都跑不了30分钟 但是我跑了 跑了两三天之后就可以了 后来我发现其实它就是一个 禅 动禅 动禅 你把它 对 然后就 你就会 跑完之后你会觉得 它就像我们在禅修一样 也是可以得到惨定 真的 对 叶子老师的那个 那个 超慢跑 超慢跑 对 因为它其实它没有 它的动作没有很大 因为它你只要专注在 它的 它的focus 是在那个 你的脚 脚尖 脚趾 然后 你双脚要 轮流 按摩你的 泳泉穴 泳泉穴 对 其实是很简单的 那你只要 你的意味 你只要专注在这边 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我 练完之后我都觉得 这分明就是一种 禅修 对啊 动禅 那跟我的那个甩手是一样 对啊 甩手也是动禅 但在跑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杂念 就是你想像你的那个 双脚在按摩用泉穴而已 然后会让你的热血涌动 然后真的 那个 那个功其实真的不错 因为我先生 之前我一直推荐他 他都不相信 但是他 他脚底筋膜也痛到痛不欲生的时候 然后因为他一直有高血压嘛 对 所以他他就是好那就来做看看 他他到现在已经练了快三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他每天都量血压 他的血压是这样这样 持续下降 真的 对他本来吃血压要就是110150嘛 低血压高血压 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你再来现场来教教看 好啊好啊 对 没有因为不是我因为眼睛不好 我眼睛不好很少这样盯着 没有现在不行 因为我等一下四点有事 等一下 我们先离开之后 对对对 没有因为好 这一次我们下一次 好啊好啊 下次我就有时间 我今天是因为等一下五点有事 所以我四点马上得离开 他真的很有用 真的吼 对呀对我就 好啊好 好 换我们Jack了 好 我就报告一下我这周的血压的那个 一些过程 因为我这周其实没什么 很抱歉老师我没什么可以英文 我大半都要送那个药试菌 好 那个更重要 对对对 那送药试菌的过程 因为我已经送了每年的那个那个夏恩菌 大部分我都会参加108部 然后送到最后 我发现说 可能是比较熟练的 他说嘴巴可以跟着练 然后飘过去了 那今天不知道飞去哪里 飘过去了 然后飘去一下子 我赶快把他拉回来 是啊是啊 对这是你的自信 正常啊 老餐就是这和谐 对你的自信会把他拉回来 但是很奇怪 我这一段路很快啊 没有还是跟着念 然后一下子一步就念完了 然后速度 有时候我拉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时钟来测 有时候感觉越来越快了 然后 然后我就有个想法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很熟练 但是你这个心 你这个心反而没有刚开始的时候 来的专注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一个字 我们怕念作 一个字一个字 反而是很专注 然后等到念熟的时候 嘴巴是跟着念 但是心跑出去 是 我现在 我最近的meditation 就出现这个问题 我原来都好专心 但现在可能 因为一直重复嘛 每天重复 我现在一坐下来 马上睡着 马上睡着了 对 但是我们就是要去 再看看 就是我们 我自己 像我现在这个状况 我也在找机缘 看能不能找出那种 如何突破的方法 对 因为老餐最忌讳的 就是因为松懈了嘛 嗯 因为你一直做 每天做同夫的事 对 会松懈掉 对 这应该是一个过程 然后 是 我们想办法去 对 要去克服 要克服 一定要啊 否则你就停在那样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应该都会这样子 对 你刚开始会很生疏 然后到时候很熟 然后熟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会 偏掉 会偏掉 你要把他回来 我们说大家其实 共修的意思是这个 因为你就会从别人身上 找到借境你知道吗 好 好 我会内一段那个55页 好 Perfect understanding Perfect understanding is the singing of all things as they already are rather than as they appear to be in order to see things as they already are one must 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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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s self-understation 好很多啊好很多啊 毅了 有一种 在这种 草双 我这个 好很多啊 好很多啊 但是我们还可以 当然还可以更顺更好 嗯 但是我们还可以 原來好太多了 我們現在來 我們這個字 第四行這個 situation situation 再一次喔 第一個音節c situation 來 t在這裡發chie的音 situation chie之後發u situation situation 是的 它每一個字有一個音嘛 你那個音把它發對了就好了 situation situation 對 A是重音嘛 所以好 再次來 situation situation 嗯 好 好 這樣就對了 好 還有這個字我們再練一點點 realized realized 因為你的 你是發成realized realized realized No realized 你的舌頭不能碰到任何地方 realize 舌頭再捲一點 realize realize 好一點 realize through 先咬舌再捲舌 through through 然後 加快一點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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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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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 因為 through 每個人的口腔結構不一樣 每個人的口腔結構不一樣 這要看你的意願 想要克服到哪裡 through 對 就是這樣一直去練 through 你想要克服到哪裡 你可以百分百的正確的音 那就是需要你的能力 through 對 那方法都在那裡很容易 先咬舌頭再捲舌 through through 加快 through 對 through 對 這個對不對 through 對 好 那這個東西練起來 然後再來那四招有沒有 很長的句子你可以把它解開 through 就這兩招 我所有東西就這兩招而已 好 再來就是你所有的文章 都是你練習的對象 就這樣 對 就這樣而已 你可以用來看任何東西 好 那如果說來到這裡 我們就只看佛法 好 那慢慢你會知道這是我自己來 也不是說知不知道 就是說我認為 我們以這種年紀跟生命經驗 我們沒有為來勢做準備 就太可惜了 你這一次一眨眼就沒了 我們已經一眨眼都來到這個階段了 小孩都長大了 一眨眼 你會覺得根本你眼還沒眨 就已經來到我們現在的階段 所以眼沒眨我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你到下一次去了 所以 應該十分秒必爭的來預備下一世吧 我是這麼個想法 所以才趕快跟大家分享 出家人都說十日不多 他們晚課都會一定會講十日不多 你從出生到一百歲 所以 整個宇宙來講都是 眼都沒眨就已經過了 對 所以 好 所以來 大家一起用功 好 現在不能講這個 大家一起學英文 慢慢慢慢就 大家一起用功 未來是奴階 來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的 好